我们看证监会上周五宣布 就俗称港股的 实名制的投资者识别码制度 展开咨询了 到明年3月4号为止 咨询文件要建议是受规管中介人 为每名客户编排一个唯一的识别码 也就是券商客户编码BCAN 赴以其姓名 身份 证类别 及号码等等的个人资料 一同提交由联交所维护的 中央数据资料库来监管机构 发现可疑交易的时候 就可以及时辨识出投资者的身份 并且做出一些调查 而券商也必须就上述收集 及处理个人资料 事先取得客户同意 如果客户不同意 那就只能卖出而不能买入 有关的制度最快会在 2022年的首季就会推出 那么这个探讨很久的实名制 正式进入了咨询阶段 首先问一下Daniel 您会怎么来看这个实名制 如果推入市场之后的一个影响呢 首先因为现在市场可能还在观望 或者消化一个具体的一些细节 那么对于市场来说 可能多了一些不明朗因素 可能会拆车会不会有些投机节 因为这个新的实名制度 就不太愿意去进入港股市场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的担心 会不会小了一些基金 在港股身上 但是我看对整体的 港股市场的基金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相信大部分投机节应该也不会受这个新的制度 这个影响他们的一个入市的抑郁 如果就说这个因为A股也是这个许名制 如果说对于国际投机节来说 要投机在中国的企业方面 可能也不能够因为港股 这个实行这个新的制度 就去其他的市场去买 这个就会对整体港股的一个基金方面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能影响大一些的是一些小盘股吧 或者所谓一些专家股 可能过往被投机节 投华一失授一些专家 去操控股价 操控股价这方面 如果这个新的制度 可能会对这方面的股价波动会减小吧 如果是这样子来说 对于整体的市场的 或者保护投机节的这方面 可能是有帮助吧 确实 其实这个BCNN模式 大家应该有了解的话 应该会看到 其实在18年9月26号 当时是就这个沪深港通的 北向投资者 其实已经实施了这样的一个实名制 就是说北向资金谁来买 这方面已经是透明开来的 只不过现在将这个范围 是扩大到整个在港的 一些上市股份方面 所以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有前哲之见 像刚才丹尼又提到的 可能更多大家关注的是 小盘股方面带的一些影响 五高弄低 做事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有机会会减少呢 这个就要取决于这个实名制 它的这样的措施 到底是否真的有效了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措施推出之后 它是不是又真的可以 去打击这种造势的行为呢 我们看有人发现 当中可能也会有些bug存在 比如说像它对于一些基金的一些落盘 那么这个BCN方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bug 因为它可以编派给一些基金公司 或者是个别基金 因为他们不会查阅 是认购基金单位的投资者 此外呢 比如说像证券交易指令呢 是经由一家串 一连串的多家实体 比如说像海外实体所发出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编码就有机会 只能追溯到客户落盘的 非受证监规管的海外券商 很难触及到最终的一个投资者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实名制啊 它只是针对交易活动 暂时呢 还没有扩大到投资者的持股状况的层面 比如说可能有不法分子呢 可能就为了市场 他们来这个大手买入某个股份之后呢 之后再转仓到多间券商 已经开设的一个户口 那么日后呢 对于这些的户口 不法分子可能只是一些卖出股份 而没有买入的一个记录 所以在这一块 可能也会存在一个监管欠缺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实名制 您觉得算是一个完善的一个建议吗 是不是真的就能够退出之后 令到有些造势的行为 就真的可以被打击而影响到的 我看应该 某程度应该还可以 避免一些造势的行为的 当然说要完全 消灭这一种的行为 应该不太可能吧 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不能够 就可以杜绝 所有的一个非法的行为 或者是不太恰当的行为的 但是我看应该也总有助 会减低这一种的行为 也减低一些所谓一些专家股 或者是被内地投机界 视为一些不好的公司 出现这种 令到投机界损失的情况 可能可以减小吧 确实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进入咨询阶段的 一个实名制 目前也只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当中 确实有人会发现 当中有一些bug 但是这个趋势跟方向应该还是在推进当中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看这个神明制真正落实之后 无论对于大户方面的这样一个挪仓的情况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做事的一些小庄家 看一下到时这个细则出台之后 会不会针对他们的这些行为 有个全面的规管 届时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来判断 那么推出之后 对于市场上资金部署的一些影响 会带来什么的一些变化了 那么看完了这方面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今天港交所的一个表现好了 港交所的话 今天还是有下跌2%左右 是抱在383.8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近期港交所大家也很受关注了 除了刚才我们有提到实名制之外 那么包括很多中资企业 在国外在美国方面的一个上市的情况 也是受到不小的挑战 大家也会关注到 港交所会不会多一些生意要过来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问一下您 我们来看港交所近期的一个环境 怎么来看呢 消息真的是比较多 好像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您提到的就是美国国会 众议院通过 对于外国公司在美国算是要符合 他们的审计的季度 这方面可能也是令到投机界 对于一个中概股回归香港的 速度会增加加快 或者是数量会增加 这方面预期会又再提升了 或者是本来没有上市的企业 本来考虑在要美国 或者是到香港上市 这方面的考虑可能更加倾向 过来香港这边 这个是应该好消息吧 但是因为今年以来 港交所已经升了很多大幅的跑赢了 特别是在年中前后 那一波的顺浪 主要也是受一个中资企业回归的 也去带动 所以应该也反映了很多这方面的憧憬 目前我看短线在往上的动力不太大 不过如果看未来可能三到六个月 看这个整体的大市应该还有算数的空间 受到疫苗的好消息 带来的一个经济跟盈利复苏的憧憬 整体的大市在往上的话 港交所在方向上应该也是跟随往上的 一开始了 等下来 看一下